大家好 我是DJ阿周 今天要为各位介绍是我到日本 岐湖县高山市奥飞陀温泉乡 新隧岛搭缆车的一个情形 希望你会喜欢 目前萤幕所看到的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缆车站的一个 手表亭的一个位置 那这边呢 今天我们来到的时间是在下午的时段 这时候已经快要打烊 所以说我们急着去搭这个缆车 这个缆车分为两个阶段 首先第一个阶段呢 他这个缆车只有一层 第二个阶段的缆车会有两层 不过带我们去的当地的导游啊 我觉得他并没有说得很清楚 所以说我们在上去的这一段 不管是第一段或第二段 我们都挤得跟杀丁鱼一样 直到下山的时候 因为我本身是旅游业的 我也观察到这个细节 下山的时候我就带着我们的家人 直接到搭轮车的第二层 下山的时候搭第二层 几乎空空荡荡的 不见得会挤杀丁鱼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啊 上去的时候挤杀的鱼 真的很难过 说实在的 那我们就现在看到 准备上上搭第一段的死段 那篮车从上面下来 它曲曲的下来 等一下这些游客人离开之后 我们就是搭这个第一段的 缆车上去 这个缆车呢 第一段感觉要挤杀丁鱼 在第二段的话 我们上去真的是挤杀丁鱼的那种感觉 非常的不好 非常的不舒服 曾经有人说 旅游界有些不孝的导游 让人家感觉就是 会觉得说 宁可相信世界上有鬼 也不相信导游一张嘴 这句话可能用在 形容我们去日本旅游的时候的体会 我个人感觉旅游 导游其实是对这个旅游的品质 是一个占据大数的因素 我可能是这么觉得 所以说我以前从业的时候 对游客啊 反正他们要什么都给他们最好的 这是我带团的一个原则 不过因为我这次是跟家人到日本去旅游 我们这趟旅游呢 基本上呢 我只能说不及格吧 好吧 我们接下来就不谈这个 就看一下等一下 我们大烂车的一个景色 画面是冰天雪地的地方 因为我们到的日子啊 从好是这边游夏大雪 那雪也很没文化 所以说在那个冷度上 并不是他们的寒冷 那等一下我们就整个看一个 这个烂车 上上的一个雪景 有人说这边的景色非常漂亮 但是我感觉来到这里呢 就整个都是等一下会有 有奇大雾的一个感觉 那等一下我们就到山上去走走看一看 因为时间到快要到他们打烊的 所以说我们到山上玩的时间 不不会非常的长 而且有可能是搭最后一班 暖车在下山 那我们接下来就看 真的我们上山的情形 好的 暖车已经徐徐的往上升的时候 那因为我们内部 挤得蛮多的人 所以说内部的气温比外面 温度高的许多 所以说这边啊 透明的玻璃啊 就起了一点雾气 只好用手稍微擦一下 外面的景色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这边的海拔2000多米而已 但是整个都是冰岩雪地 感觉上就像北国的风光一样 非常的让人家心狂神怡的感觉 因为在生活在台湾 要看到下雪也真的不容易啊 也就是这样 所以说冬天的时候到日本 是看雪是比较简单 搭个飞机 坐个车 马上就可以看到 整个都是雪景的情形 这暖车上升的速度并不快 那我们搭的第一段呢 这个时间上也不是很长 那一下来之后呢 听说还要走一段路 才会搭到第二段的一个暖车 上去的上面呢就是他们平时呢 在登山步道的地方 那个地方 上去之后就会看到 积雪非常非常的深 而且登山步道的地方也是把它封锁起来 不让现在的游客 去做登山的运动 因为真的是很危险的一个情形 编车情形当中旁边正好一台编车下山 我拿擦身而过 看到的整个还是起大雾的样子 那等一下呢 我们离开编车之后 应该是会非常的寒冷 远方不远的地方 已经看到第一段的终点站即将抵达 等一下出第一站的时候 可以想外面的都是冰天雪地 应该会动得直直觉 其实不会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一面走路 要走到下一个大层点 要走不乱路 走路的时候 身体会产生冷 当开始会觉得会冰冰冷冷的时候 应该进到下一站要达成的一个编车站 好的 我们看在眼前 我们要抵达第一个终点站了 马上就进到这个编车的终点站 刚刚忘记跟各位讲 这个两段的行程来回的车票 如果刚刚没有看错的话 它的来回车票是成冷的话 是3300日元 可以搭乘两段的来回车票 好的 编车已经进到这个第一段的终点站 我们等待就一下编车之后 往室内走一小段之后 就会走到室外的部分 到下一个大车编车的暂停 介绍就稍微的暂停一下 就看一下影片中 跟着影片走到下面一个暂停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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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等一下就找到第二段 挤沙丁鱼的经历的第二段上去的一个蓝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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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眼间我们已经骑上这一步往山上的第二段燃车 里面非常非常多的人骑得有点不舒服 不过就忍耐一下吧 几分钟就到达山上去了 因为做三层的这一段人很多 起的物用手把玻璃稍微擦一下 才能看到户外的一个风光 所以说先跟各位说抱歉一下 这个不适合我 因为用我的手去遮蔽整个一个视线 而是真的 这个车厢里面能非常的多乐器伤身 所以说我马上就起雾 擦了之后就也都是一直在起雾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的,迪达终点站了 就等工作人员让这个缆车停拖之后 把门别打开 那我们就可以到外头走走看看 那外头的温度应该是蛮低的 不过我看这工作人员穿的衣服也穿的不是很多 也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他身体太好 还是我们来自台湾的人身体太虚弱 哎,转眼间看到这工作人员赶快的往里面跑去 可见啊,他虽然穿的少 可能是觉得有点寒冷 那眼看着他就往室内走去 可是他并没有往室内走去 而是站在门口 那指引着我们这些游客 往室内之后再往室外的方向走 前面看到的是另外一团那个导游 他带着他的客人坐到下层 那我知道下层是空空荡荡的 就是这一点我观察到 所以说我决定回城的时候 我一定会跑到下层去坐 这边有一个很明确的指引各位 往上走之后到户外的地方 当然里面一定会有一些卖 这边当地的一些纪念笔的商店的地方 那我们就往上走准备到户外看一下 外面去拍拍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的 我走到室外看看 外面的情形是长得什么样子 真的如同刚才搭车一样 看到外面的屋其实非常非常的大 这就是缆车重点站的地方 我们往屋外看的一个情形 那跟我们同时段上来的游客 看到户外的部分 感受应该跟我的心境一样 觉得蛮震撼 蛮shock的 那我们就在这边看一下 等一下我可能会走到另外一个户外的地方 也就是他们所谓的登山步道的地方 那我们去拍一点户外的景色的照片 那我们去拍一点户外的景色的照片 有一个登山步道 不过看前面它这边有围起来 不让游客走下去 因为并不知道步道在哪里 可能踩下去呢 会很松软 那又很塌陷 这边的海拔大概2000出头的一个高度 大概2000多的一个高度 那因为现在正好是下雪的季节 所以说我们看到很多学姐 那这是可爱的我 自己自拍 我也喜欢自拍 但是拍起来总是不好看 哈啰 大家好 阿卓 我在西队高口 这边我也会拍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边有个厕所可以上 那因为我在这边到寒地的时候 厕所比较少上 那可以看到荧幕 慢慢地带到右手边 这里就有所谓的男女的厕所 可以使用 等待的过程拍下墙壁上挂的一些东西 给各位参考 转眼间 我进到搭乘下山的染车 这是选择搭下山 那我们就 接下来就 往上下走 就看一下 这个下山的一个景色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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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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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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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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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OK 脱离了荣物区 渐渐的第二段缆车下山的终点站 三层缆车的终点站就在眼前 到达之后就准备出这个车站 之后去搭第一段的下山的一个情形 很明显的可以看到户外的景色非常的清晰 是因为我搭下层的燃车 这里面坐的人并不是很多 所以说这个玻璃也就没有起到 所以说可以拍摄的非常的清晰 下的燃车 一样是走到户外一小段的路 刚刚走过这一段 如果您刚刚有看影片 大概就记得刚刚是从这边走上来 其实它还有一个便道 是在这条走道的右侧 那边会比较近 我看到另外一团的导游 就带他和游客走那一小段 我们还是自身自灭的游客 所以说只能走这里 是不是听起来很讽刺 这个是说实在的 遇到的好导游 你会玩得很精心 遇到不愉悦的导游 你会玩的时间很短 而且好像你什么都要靠自己 感谢观看 好的 一样要排队准备搭乘下山 好的 好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的生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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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